马修的身世太惊人 竟然真的是大反派的儿子 塞尔解释 大反派纯粹根源正在研究造体禁忌魔法 这个魔法是 将六个血脉相连的心脏合在一块 制造成一根永恒的心脏 不老不死 永远存活于世 为此 纯粹根源制造出六个人造人 作为培养心脏的容器 马修就是六人之一 换句话说 纯粹根源是马修的爸爸 马修打惊 原来我是个工具人 马修觉得 这个消息过意炸裂 决定躺下先睡一觉 让大脑放松一下 塞尔呢 是马修亵渎了纯粹根源 必须痛揍马修 马修摆摆小丑 有啥招赶紧时 我还着急给伯乐点赞呢 就见塞尔释放出魔杖全部魔裂 顿时火光冲天 塞尔召唤出铁之神 赫菲斯托斯 魔杖呢 也变成四个铁刃轮 刃轮突袭过来 马修闪身躲过 结果 教训楼被斩裂 这个月都不用上课了 马修了回地面 表示 这任轮没啥用 没撑响 任轮竟然飞了回来 马修的连带被斩伤 差点就毁容了 马修不断闪避任轮 但任轮呢 不间断地斩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马修决定撤退 打不过就跑 突然 塞尔发动雷霆之电 电流打中了铁球 上面的铁字 暴增百米长 塞尔威胁马修 如果你敢跑 我就释放所有的铁字 远远失声 马修没办法了 看来只能奏飞塞尔 原本是不想做得这么绝 这时任轮又追过来 马修拔腿就跑 竟然直接跑出校外 塞尔怒了 你真以为 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就在这时 一只手伸向塞尔 马修居然跑到他背后 马修表示 他并没有逃跑 而是绕小跑了一圈 甩掉任轮 塞尔不信 任轮的速度堪比光速 你怎么可能甩得掉呢 忽然任轮追击上来 塞尔恍然大握 马修是想利用任轮 通贵于禁啊 真是讲太多了 只见塞尔硬化身体 全城被钻石包裹 印度注意地挡一切攻击 任轮斩继而过 马修当即重伤倒地 而塞尔呢 却毫发无伤 狂踩马修的脑袋 辱骂他是个废物 那么马修 真的失败了吗 不就来讲一讲 OK 最坏的大反派纯粹根源 率领小弟入侵了魔法学院 校长亲自对决纯粹根源 马修则揍小弟塞尔 校长和纯粹根源在大气层决战 两人曾经是同门师兄弟 都是亚当的学生 亚当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魔法使 他将魔法理论体系化 并建立起魔法教育 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魔法使 而后还设立魔法局 为后来的魔法世界奠定基础 校长呢 清楚记得亚当老师 当初设立魔法局的初衷 是为无法使用魔法的人 提供各种援助 亚当老师也曾屡次强调 魔法使的职责是保护弱者 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创造一个真正的和平世界 亚当离开人世后 校长将老师的教会牢记于心 并为此而努力 但纯粹根源呢 完全将老师的话抛在脑后 为了追求更完美的形态 到处做坏事 校长啊 世纪愤怒又悲痛 想不到曾经的四兄弟 如今成为了敌人 为了黎明苍生 校长只能消灭纯粹根源 此刻 纯粹根源造出一个棺木 校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棺木上的铁链崩断 随着棺杆掀开 一张熟悉的脸进入校长视线 校长呢 顿时愣在原地 棺木里的人居然是逝去的亚当老师 纯粹根源真是丧心病狂 竟然如此亵渎老师 但纯粹根源却满脸开心 他经过9981天的闭关修炼 总算掌握了起死回生之术 估计是和大蛇玩学的 就见纯粹根源让死灵法师控制亚当 来和校长决战 校长呢 在这一刻回想起年轻时 和亚当老师在一起的时工 亚当老师曾提及 身居高位的人有义务和责任去引导弱者 当时 校长对这句话并不理解 认为只是一句鸡汤 亚当老师微笑着 表示等校长成熟后就会明白 如今 校长总算领悟了这句话 虽然万分悲痛 但为了深厚的学生和平民 只能向纯粹根源和亚当老师开战 纯粹根源呢 虽然只复活了亚当老师的身体 但强大的魔法仍然封存于体内 就见亚当举起魔杖 一发冲击波 差点击溃校长 校长这才反应过来 亚当老师的身体是最强盛时期的 即便如此 校长还是一手弹开了冲击波 纯粹根源大吃一惊 校长果真实力不凡 校长举起魔杖 决定反击老师 这是为了保护弱者而战 如果老师有在天之灵 定会理解校长的做法 亚当呢 又炸出了一发魔法弹 直接削平一座山 但没打中校长 亚当接着造出一条大蟒 身上燃着黑暗之烟 校长差点被烧着 感慨老师就是老师 光复活了身体就这么强 灵魂钥匙也复活了 纯粹根源说不定真要统治世界 这时 死灵法师大笑起来 他有十足的信心击败校长 因为 亚当使用的魔法是黑暗魔法 能将接触到的一切归于无尽 包括对手的魔法 因此 校长的任何反击手段都是没用的 死灵法师又操控亚当放出两条大蟒 将校长吞下肚 就在死灵法师自认为稳饮时 校长呢 突然消退黑暗大蟒 死灵法师怒了 肯定是校长的魔杖搞的鬼 得先处理魔杖 死灵法师释放出冲击波 校长挥舞起魔杖 四颗精灵宝钻�池而去 一朝天罗地网 竟然斩到死灵法师的左半身 死灵法师暴怒 我是左撇子 以后怎么吃饭 校长让他别慌 校长刚才使用的是空间魔法 只是把死灵法师的左半身转移去一空间 死灵法师呢 这时恍然大悟 校长能够反制黑暗魔法 其实是用空间魔法给转移了 死灵法师不服输 一怒之下使出大招 黑暗绝对冲击 十几道冲击波群有校长 死灵法师笃定 校长绝不可能同时转移所有冲击波 然而一道强光闪过 校长就消退所有冲击波 死灵法师懵了 空间魔法这么强吗 死灵法师啊 仍然不服气 我操控的可是亚当 老是怎么可能败给徒弟 就见死灵法师炸出一发黑暗核弹 几乎盖住整个天空 截至目前 还没有人能从正面接下黑暗核弹 然而校长轻松一笑 两手交叉 居然释放出大量查克拉 随后 精灵宝钻在面前组成防护壁 校长大手一挥 防护壁炸出一道神之光 瞬间把黑暗核弹炸没引 死灵法师服了 突然 神之光朝死灵法师必来 死灵法师下的全力反击 然而毫无效果 只能到头跑路 但神之光追上来 瞬间让他魂飞魄散 亚当老师也安息了 接下来就该做纯粹根源 与此同时 塞尔在学院上空整了个铁字球 声称要把全院师生团灭 马修问他 你为什么老盯着我 我一没欠你钱 二没说你坏话 你非找我麻烦干啥 见马修一脸真诚 塞尔呢 便告诉了马修是纯粹根源的儿子 马修好奇 塞尔也是纯粹根源的孩子嘛 塞尔解释 他是有遗孩和纯粹根源的血制造的 是纯粹根源赐予了他第二次生命 因此 他才愿意为纯粹根源奉献一切 包括奉献心脏 成为纯粹根源的一部分 然而纯粹根源选中的人是马修 塞尔气不过 自认为自己比马修更合适 所以 塞尔才对马修充满敌意 突然 马修一拳揍在塞尔脸上 将他揍飞 马修表示 你是不是有病 纯粹根源明显在利用你 你怎么还对他感激涕零 赶紧醒悟吧 但塞尔呢 用铁刃轮爆斩马修 正当塞尔自认为胜利后 突然发现 马修的脑瓜变成了泡芙 塞尔吓得直往后退 难道马修是泡芙精 这时 马修站了起来 取下头上的泡芙帽 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塞尔呆了 难道你会金钟造铁布山 马修呢 疯狂为塞尔吃泡芙 塞尔嘴里被硬塞几十个 憋得满脸通红 随后就失去了意识 画面一转 原来是马修立住塞尔的脖子 导致塞尔大脑缺氧 所以 才看到马修变泡芙的幻觉 塞尔失去意识 即将斩棘马修的任轮随即消失 真是太危险了 铁球也瓦解了 马修成功击败塞尔 拯救了大家 但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本片是 不理魔法师马修 第二季的第九期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马修和他们学院的院长 谁厉害呢 选马修的扣三一 选院长的扣三二 院长呢 应该也挺厉害的吧 纯粹更远 刚来的时候 把所有人都定住了 是院长把他们几个解开的 所以应该也有点失利 当然马修呢 他有主角光环 应该也不会轻易说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伯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